Hello 大家好 又是史坦和大家玩梦想星城 大家做了明星嗎?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比較簡單但很重要的小貼士 就是我們所謂的體力 其實這遊戲的體力十分有限 下午和晚上各領一次之外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要吃自己 只知道大家按好家好 其實已經有一系列的東西給你按 比如說 你要加體力的只能吃卷心包菜 菜包 當你吃了之後 其實會增加肉的便便值 例如這個 我吃一個 就會加二十 再吃一個 會加八十 其實這個便便值就是你要去廁所 這遊戲很有趣的情況就是 去廁所是有限制的 每天只可以去三次 所以其實你越吃多 越吃菜包 就越需要去廁所 我給你看看 雖然我買了兩個馬桶 但是這個便便的次數 都只能夠是三次 剛剛用了一次 只剩下兩次 樹樹就顧名思義 因為這遊戲對應的東西 譬如葡萄汁這些 是屬於樹樹類的 你看到它是 這個杯子加五十 對比喝一次就要加五十 其實不少限制了 譬如課金的影響性 除了課金之外 有什麼方法可以拿到菜包 或者葡萄汁 不課或微課的人士 就需要留意 你一定要在傢伙店 或者在家居店 買一個煮食爐 這個煮食爐買了之後 你就能夠開啟到煮食的任務 過了任務之後 就可以做了這三件事 因為我本來的小弟不高 葡萄汁還沒種到 黃金、玉米、粟米還沒種到 現在只能夠種一下包包 因為捲心包菜 你只需要種到捲心菜 就能夠做的 做的很簡單 只需要按下去 拉到路頭上 你有多少 它就會做多少 先做兩個 停止 你出去的時候 就會看到自己的 又多了兩個包包可以吃 所以如此類推 有葡萄的就是用提子汁 有粟米的就是用粟米羹 對應不同的需要 就做不同的食品 像這樣 我剛剛種完蘿蔔 然後捲心菜 剛剛只有三個 沒辦法 淋水 有肥就撕肥 這個是比較好的回體力方法 自吸自足 希望可以幫到零貨或微貨 到你了 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